熊狮在交配时 总是死死咬住配偶的脖子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在自然界中 无论是什么物种 都需要进行交配 才能够将种群延续下去 而猫科动物作为大自然中的强者 交配更是被很多人关注着 因此有动物学家在观察中发现 狮子在进行交配的时候 熊狮总是会咬住配偶的脖子 这种行为让人感觉到非常奇怪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作为猫科动物的狮子 它们的身体上有很多令人震惊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老虎还是宠物猫 只要是猫科动物 它们的舌头上都有着密密麻麻的道瓷 这些道瓷不仅能够帮助它们进食饮水 还能够用来梳理毛发 狮子同样也不例外 不仅如此 它们的生殖器上同样有着类似的道瓷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交配的时候 瓷尸往往会感觉到十分痛苦 身体上的疼痛让它们下意识地想要反抗 但是熊狮是不会轻易让它们逃脱的 为了能够限制瓷尸的行动 熊性才会牢牢咬住配偶的脖子 来防止中断交配 由于瓷尸在交配过程中感觉到十分痛苦 所以当它们完成交配后 就会与熊狮发生短暂的打斗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不过让人感觉到疑惑的是 瓷尸并不会完全翻脸 发泄之后就会恢复到正常生活 既然它们在交配时如此痛往 又遭到了熊狮的强迫 为何它们仅仅是发泄脾气 而不是不直接翻脸呢 瓷尸面对熊狮的强制 却从来没有真正翻脸 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狮子来说 它们是猫科动物中为数不多的群居动物 并且在狮子种群中 熊狮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瓷尸想要在种群中安稳地生存下去 就不能与熊狮撕破脸皮 所以它们也只敢短暂地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敢真的翻脸 除此之外 熊狮的体型和实力都是比瓷尸强的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来 受伤的还会是瓷尸 这样一来 它们不仅会受到伤害 也无法继续在种群中生存下去 因此瓷尸也只能继续忍气吞声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需要有情绪上的交流 所以瓷尸适当地发泄自己的脾气 也能够促进和熊狮之间的关系 这样才能够更利于种群的稳定 可是熊狮生殖器上的道次让瓷尸如此痛苦 为什么在进化的过程中没有消失 反而一直存在到现在呢 其实这是因为瓷性猫科动物在发情期的时候 它们的身体是无法自主排卵的 也就是说 狮子属于诱导性排卵动物 只有受到刺激之后 才会排出卵子 因此熊狮生殖器上面的道次 就能够起到刺激的作用 从而更好地完成交配 除此之外 猫科动物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生殖策略 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熊狮生殖器上的道次还会将瓷尸体内残留的 其他个体的精子刮出来 提升瓷尸怀上自己孩子的概率 所以这样看来 熊狮生殖器上的道次还是很多必要存在的 熊狮发情期内每天能够交配将近50次 它们为何如此疯狂 研究狮子的动物学家们发现 当狮子进入发情期后 它们每天交配的次数非常多 甚至可以达到50多次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又为何会如此疯狂呢 别看狮子长相凶猛无比 更是通过强大的实力获得了草原之王的称号 但其实它们在交配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勇猛 专家们发现狮子单次的交配时间只有几秒钟左右 最长也不会超过一分钟 可以说是与它们的外表十分不符 再加上熊狮的精子大部分都是畸形的 想要让瓷尸成功受孕并不容易 因此为了弥补时间上的不足 狮子不得不开始增加自己交配的次数 来提高瓷尸受孕成功的概率 可是它们为什么不直接延长时间 反而要大费周章的增加次数吗 要知道 狮子这种实力比较强大的动物 在生活中也需要时时刻刻 提防着其他动物向它们发起攻击 尤其是进行交配的时候 无法对外来的攻击做出及时的反应 很容易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它们才不得不频繁缩短自己单次的交配时长 与此同时提高交配的频率 以此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让瓷性成功受孕 这样看来 如此特殊的生殖策略也是狮子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研究出来的 它们也因此能够持续存活到现在 不过如今狮子也处于生存危机之中 如果想避免它们走上灭绝的道路 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繁殖期的海狗强迫企鹅 一天交配几十次 它们为何如此无情 一提起企鹅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虽然它们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常见 但是它们可爱的形象却是深入人心 不过在南极地区 企鹅并不是唯一的生物 并且有一些物种还会对企鹅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2014年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则新闻 表示有很多企鹅遭到了海豹的频繁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 针对这条新闻 海豹表示自己特别冤枉 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经过专家仔细地调查研究 才发现原来伤害企鹅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海豹 而是与它们长相十分相似的海狗 海狗的生活区域与企鹅有着很大的重点 不仅能够在陆地上生活 还能够肆意地在海洋中遨游 不过一般情况下 海狗并不会肆意地对企鹅伸出魔爪 只是当它们进入了发情期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便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对于海狗来说 企鹅就像是一个发泄欲望的工具 海狗根本不考虑它们的感受 只顾着强迫它们进行交配 甚至一天可以达到几十多次 不仅如此 在它们发泄完欲望之后 也不会轻易放过企鹅 毕竟在海狗的食谱中 企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也就是说 企鹅也是能够填饱海狗肚子的食物 这样看来 它们的生活确实不太好过 为什么海狗交配不去选择同一物种的异性 而是向企鹅痛下杀手 在通常情况下 海狗遇到企鹅的时候 往往都只会将其当成食物吃掉 虽然下场也十分凄惨 但是却不用承受被强迫的痛苦 那么海狗究竟为何会对企鹅情有独钟呢 其实雄性海狗与大部分动物一样 进入发情期后为了赢得异性的好感 便会与其他个体开始打斗 只有获胜的一方才能够赢得交配的权利 每年的5月 海狗就算正式进入了发情期 不过它们交配时为了方便 会纷纷前往陆地 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异性 它们必须抢占有利地性 不过争夺地盘的时候 它们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打斗 因此只有实力比较强的雄性海狗 才能够吸引到很多异性 而海狗也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 因此实力比较弱的雄性 在发情期时就无法找到 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 作为野生动物的它们 并不具备压抑自己天性的能力 所以为了发泄身体上的欲望 它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 而这时企鹅便成为了那些 没有配偶的海狗最好的选择 并且对于海狗来说 这样一来 遭遇了无望之灾的企鹅更是苦不堪言 只能默默接受自己的命运 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海狗出现了这种行为 便会有更多的海狗争相模仿 才导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企鹅的生存状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如此热爱交配的海狗 为何数量却并不多 它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按理来说 像海狗这样热衷于交配 并且交配能力极强的物种 它们繁衍后代的能力必定不会太差 然而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如今海狗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它们的生存状况也实在是令人担忧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正是因为海狗突出的交配能力害了自己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 它们每次的交配时长都在五分钟以上 并且平均每天可以进行三十多次 如此强大的能力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此有人便开始了对海狗的研究 除此之外 我国中医上认为 海狗的肾脏是一味补肾的珍贵药材 如果将其入药后服用 就能够达到很好的补肾作用 因此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开始不断地对海狗进行毒杀 所以海狗的生存状况遭遇了很大的打击 数量也因此急剧减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海狗属于我国的保护动物 并不能随意进行毒杀 如果对它们做出伤害性的行为 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并且如今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假的海狗肾 甚至卖出的价格也非常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辨别 千万不要尝试进行交易 否则很有可能上当受骗 让自己白白蒙受损失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你